惊天大案 右游戏点卡非法换汇 涉案净高达250亿元 近日 上海市公安局经侦总队 根据利剑一号专项行动部署要求 在广东福建警方的大力配合下 会同外汇管理部门 非法从事资金汇队的地下钱庄案件 抓获犯罪嫌疑人20余名 捣毁非法网络汇队平台三个 前期 上海市公安局经侦总队结合公安部在全国范围内 部署开展的兼击21打击利用离岸公司和地下钱庄 向境外转移赃款专项行动 依托智慧公安建设成果 研判发现大量可移资金账户组 判断有人涉嫌非法从事人民币汇队业务 上海市公安局经侦总队 随即会同宝山公安分局 成立联合专案组开展立案侦查 以境外汇队客户为例 客户可根据网站客服引导 将外币转入客服指定的境外游戏点卡经销商账户 在短短6年间 犯罪团伙通过上述手法 非法换汇金额达250亿元人民币 该案中 犯罪嫌疑人瞄准互联网游戏点卡的国际流通性 和价格稳定性 通过自定汇率的方式 将其与货币价值划钩 作为连通境内外地区 开展非法换汇交易的介质 由此给非法活动批上了合法外衣 犯罪团伙内部分工明确 犯罪嫌疑人万贸等人 招揽了数名境内游戏点卡经销商 为其开展非法换汇业务提供便利 由此形成了包括管理组 销售组 点卡组 收货组等多个环节的犯罪产业链 根据国家相关法律法规规定 在国家规定的交易场所以外 非法买卖外汇扰乱市场秩序情节严重的 涉嫌非法经营犯罪